不得不说,在2021年里,娱乐圈中发生了太多跌宕起伏的事情,流量明星不是人设崩塌,就是意外翻车,颠覆了不少网友对他们以往的认识。 而在众多明星当中,有一位实力派歌手跟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想必大家都知道我要说的是谁,他就是正能量满满,时时刻刻都散发着偶像光芒的周深。 出道以来一直都辗转在各大表演舞台上从未有过翻车事件,每当有重大的活动或节日的时候,都会出现跟周深有关的各种热搜。 今年也是一样的,还没等各种表演舞台正式拉开序幕,周深就已经拉满了全网观众的期待值,无形当中就替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提前预热了一把。 前后分别受到了五个平台的邀请,比方说北京台,江苏台,央视等等,以上值得还是官宣的几家卫视。 如果严格来说的话,几乎每个平台都想邀请周深来作为嘉宾,毕竟哪里有周深,哪里就不愁没有收视率。 同时还能把整场晚会的质量都拉上一个新的高度,像不火都难。 又能蹭一波热度,何乐而不为呢? 换做其他流量明星的话,哪怕能参加一档跨年晚会,对他们来说就已经很不错了。 当然了,多了的话,他们实力也驾驭不了。 能在一场表演当中,没有槽点就已经很不错了,但周深完全不同,年年都能驾驭多场晚会,场场爆火,年年都能给我们带来不同程度上的惊喜。 谁说万劫不复,只是你注定的归宿。 事实上,刚开始的时候,跨年晚会并不被大众所看好,因为大部分的主办方为了邀请一些流量大于实力的歌手。 说白了,就是看准他们身上的流量,而随着观众们的要求越来越高,主办方已经不把流量看作第一标准了。 而周深正是改写传统跨年晚会的第一位实力派歌手。 毫不夸张地说,周深的出彩表现确实为每年的跨年演唱会,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天类般的唯美唱功,任何人听完都赞不绝口。 还有就是周深的敬业程度,不同于其他的歌手,站在舞台上,只是演唱完就完事了。 在他们的眼中,跨年演唱会只是自己的一个通告,或者说工作而已。 反观偶像周深的舞台表演,每一次都很认真,并不会糊弄观众。 而且选曲方面也是特别的讲究,在跨年晚会上,演唱的几乎都是一些正能量的歌曲,每首曲目的背后都有独特的意义。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网友把周深称之为华语乐坛,劳模的真正原因。 艺人分身多家卫视的跨年演唱会,在保证高质量的前提下,还能带给我们一些一场视觉上的盛宴。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,纵观整个娱乐圈,可能也就周深艺人了。 而且只有周深不想唱的,就没有他驾驭不了的。 早在崇拜周深之前,很少听一些翻唱的歌曲, 究其原因并不复杂,因为翻唱并然没有原唱出彩, 但周深的实力彻底打破了我对翻唱的看法。 在以往的一些翻唱曲目中不难发现, 很多曲目周深都是深情地演唱,甚至比原唱都还出彩。 康达的嗓音,再加上别具一格的舞台呈现力,让人久久难以忘怀。 用天类之声来形容周深,再合适不过了。 当别的粉丝都在为偶像没有通告,正发愁时, 周深的粉丝生米,却穿梭于各大平台,欣赏周深的高光时刻, 感觉一个手机都有点不够用了。 后来还有各大网友专门统计了一下, 凡是周深出现的时间段,各大卫视平台的收视率都会直线飙升。 所以说,周深是跨年晚会收视率的一个保障,一点都不为过。 作为一名实力派正能量的偶像,周深确实没有让歌迷失望过。 不是在创新新的作品,就是在参加各种晚会的路上, 永远都猜不到周深下一个行程是什么。 一年365天,没有一天是闲着的, 直至今日,已经有四场跨年演唱会官宣了周深的加盟。 分别是北京卫视号称2022冰雪盛典跨年演唱会, 第二个是江苏卫视的2022幸福畅响, 第三个是B站的最美的夜。 最后一个可谓是大有来头,正是央视举办的晚会。 能够登台央视的舞台,从某种层面来说, 跟参加了春晚没什么两样。 就现在的热度来看,周深是全网最受期待且热度最高的一位歌手。 不知道大家最期待哪个电视台的快年演唱会呢?